这个养仓的效果好不好 几乎我们现在是到今天为止 大概250人进去过养仓 总有效率 我们统计了一下90%多 有个别的没什么效果 个别没效果 我总结了一点 基本上就是老弱病残的 特别严重 就是严重缺能量的人 四次不足以 给他四次他没什么效果 为什么缺得太厉害 缺得太狠了 那么基本上90%是有效的 有效 所以在这种前景下 我们就要大力推广 大力推广 那么为什么养仓会有效呢 这个看中国的科学家 中国航空工业部 这个有一个工程师 肖建明表示 为高压养仓 创造性地运用了环境医学的理念 通过现代智能科学手带 服务高科技航天材料 制造的特定仓体空间 创造出了一个几横压 氧 富氧粒子 生物电 横纹 横湿 以及多重过滤 洁减的空气为一体的理想 微环境 微高压养仓内 模拟 1.3个大气压力环境 人置身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特定环境中 吸入高浓度的氧气 这时人吸入的氧气分压 是长压空气条件下 氧分压的十倍以上 氧气进入人体 人体内血液对氧的携带能力提高 血液循环加快 各部脏气组织的生理机制状况 得到改善 人体经络通畅 生命活力增强 这是这位 国家级的高级教授 高级工程师 肖建明先生的研究 所以是 有没有效果 这是不用质疑的 效果 特别对我们修炼者来讲 十分明显 尼尔他已经做了 大概三十多次了 他今天在这 待会儿你们可以让他摘下口罩 一盏洋人的容貌 这个年轻了很多 别人看他 都确实年轻了很多 我自己也做了三十多次 自己的骨骼发生变化 肌肉组织发生变化 体重减了十五公斤 苗条了很多 但是今天老婆还不满意 说还有点胖 就继续讲 希望再苗条一点 这是什么 在你没有吃任何药 没有做任何的治疗的前提下发生的 特别我修炼了三十多年 身作症 骨轻了很多 就是身体的骨头 轻了很多 然后 这个旺衰老 表现的肌肉松弛 骨骼硕大 这个松弛以后的大 已经变小了 已经变小了 因为我毕竟炼了三十多年 在里面可以达到无息的状态 就是完全没有呼吸的 这个状态 珍惜的状态 融化的状态 这令到变了 但是足以证明 效果十分明显 以前的每年 我还带着大家上上山练一练 现在没有这个机缘 但是借助高压养仓 确实帮助了很多 五脏六腑都在变化 刚开始头两次进去 也是身体很臭 这个体 身体外面 做完了一层粘粘的东西 很臭 大概第三次就没有这个效果 没有这个现象了 后来就越来越年轻 有时候特别累 讲完课什么 进去完了 出来整个人轻飘飘的 整个身上的那个疲劳感 致重感 就完全就不见了